齊劇有很多不同的呈現方式 司劇場日前就特別集合了 搞笑的漫才組合達康 還有洛宇嘉代開城 以及說得一口好像聲的 法國演員阿霞共同演出大四喜 在大四喜中達康組合推出新的段子 用改編浦島太郎故事 融合了熟悉的動漫橋段 搞笑演出 新的作品是關於一個 童話故事的改編 所以它也是一個漫才的段子 然後只是我們有翻完了 非常非常多的童話故事 讓這之間的這種翻轉和顛覆的東西 來製造笑料 你不要再欺負他 我就是要欺負他 你不要再欺負我師父 誰是你師父啊 蛤 歸太氣功了你 蛤 不一樣啦 他才不是歸先好不好 K.O 哪有K.O 自己講就對了 好總言之 洛宇嘉代開城跟法國演員阿霞 也使出渾身解數 有時藝人登場 有時合體演出 融合落語跟相聲的表演技巧 在傳統的藝術間 呈現出新的現代創意 我在想如果那個民歌呢 是國歌時 講舞女的話呢 這個國家我太喜歡了 怎麼說 因為在一個英文的詞裏邊 independence 自由自立自在 獨立 independence 裏邊有dance 所以有dancing girl 所以有blu 獨立需要跳舞 沒錯 這個詞更敏感 因為是法國人說了才沒事 沒有辦法說這個 我們這代人呢 反映現在的時代性 反映我們現在的日常 那畢竟跟100年前 50年前都不一樣了嘛 這種跨語言跨文化裡面的 怎麼講 糾葛 開演 從正面的負面的 辛苦獲得 這些都會是這個 我們創作的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題材的來源 好 那三位準備好了嗎 好 三組人馬也同台進行 大洗力的橋段 也就是在搞笑的作答遊戲中 讓台上台下一起互動 在問答之間 集席的製造不同的笑料 來看看 請問老公說了什麼夢話 讓你有點在意呢 夢話 婆婆不要 老公說婆婆不要的時候 有點可怕 不要這樣 垃圾我來繞就好了 婆婆 原來是垃圾的關係 嚇死我了 那我覺得有點驚悚啊 好啦 穿梭在不同的表演形式間 他們要讓觀眾在觀賞時 感受到喜劇的威力 大肆地放生歡笑